在广山里外,出去 哎,左处长 前段时间还见过一面 哎,谈了,等你再来谈 好 独发消息 欢迎在此观看 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6月16日 您刚刚看到的 视频是来自广东 民众体,提供资讯 的人士描述提到 前天,也就是6月14日 广东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卓碧 胡和儿子的 妻子在荒郊野外 偷情车证 结果被儿子和老婆 现场捉住,场面十分 尴尬,儿子一行人 还拍摄了现场视频 而这些视频画面 将作为之后举报 左处长的证据 毕竟出轨和偷情这种行为 于是,儿子便拿着 相关证据向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纪委部门进行 举报 针对此事 我们查询到 微博网友 才入门 发文表示 看到下评论 搞明白了 是婆婆举报 儿媳妇和领导 有不整当关系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一位左处长和女同事 在车里交流工作时 被女同事婆婆 丁女士抓了现行 身为高校工作人员 身为老师 做这种事 还怎么教育学生啊 还有脸吗 附上的第一张截图资讯显示 这是婆婆举报儿媳妇 和领导有不正当关系 视频开头光订跑了 跑半岛发现车是自己的 又跑回来了 附上的第二张截图资讯显示 沈永是姓卓的处长和举报人 丁女士的儿媳妇 是同事和丁女士的儿媳妇发生关系 被丁女士拍照 视频抓现行 这是丁女士举报同事 插足她儿子的婚姻 其儿媳是举报人儿媳 还是男子儿媳 这写作水平不太行啊 光着丁就跑了 哈哈 另外中国的网络内疯传一则短信 该短信内容文字描述提到 老师您好 我是卓某某 首先向您诚恳的道歉 对于给你及您的家人造成的伤害 表示诚挚的歉意 因为这个过策 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已被免弃了职务 对此我没有任何怨言 这是我该有的惩罚 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 我会尽力满足 再次真诚地向您道一声 对不起 祈求您的言量 老师 我跪下来向您诚恳地道歉 求求您高抬贵手 需要怎么赔偿你 你尽管开口 如果你不方便说 你也可以让你相信的第三人和我说 只想祈求您得到领导 另外有当地媒体人士提到 6月13日 学院纪委告诉丁女士 卓姓干部以及其儿媳君受到了相关的处分 撤销行政职务 7级降为8级港 调整沿岗位 启动私德私封处理程序 卓某叫卓碧湖 现任广东交通技术学院信息学院第二支部书记 网络资金显示 卓碧湖 现任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学院第二党支部书记 中文明 卓碧湖 国籍中国人物经历 现任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学院第二党支部书记 职务任免 2022年4月25日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第五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选举卓碧湖为第五届工会经费南茶委员会主任 主要作品 卓碧湖处意如何提高高职应效科研管理服务水平 在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即使有关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广交院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市一所前日志普通高等年校 地址为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沿路789号 导致大人家 大人家 大人家 大人 jadi 大人家